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影像机,我是宁哥 提到玄武门之变,尽管史书中唐太宗李世民在掌握黄泉后 对事变的始末进行了模糊,不希望过度宣扬此事 但后世也依旧对此存在诸多的疑惑 为何李世民能够轻易取得成功,而李建成李源吉则是毫无还手之力呢 事实上,在这一场政变中,有一个人的作用可谓是关键性的 而此人在旧唐书以及新唐书中却都没有被列转 此人便是长河 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初,法国探险家薄熙和发现敦煌墨高窟 并且从中解走了不少珍贵资料 其中还有一份唐朝名将的墓制,人们将其称为长河墓碑 随朝末年时,长河在家乡起兵造反 后来又投奔到了瓦岗寨,被黎密任命为上驻国 他后来又随秦琼、程耀金等人一起随唐 并且跟随李世民、李建成等人征战各地 称得上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 但也因为他的战功比秦琼、程耀金、李靖等人还是要低上许多 所以在名将如云的唐初,长河并不出色 在唐朝建立后只是担任了晋军将领,负责守卫玄武门 因此在玄武门之变之前,长河的位置可是显得尤为突出了 使得他成了李世民和李建成争相拉拢的对象 长河这个人确实也非常聪明 他深知李世民势力强大 在其麾下有下唐朝众多的开国名将 因此他表面上依附于太子李建成 在暗地里却倒向了实力强大的秦王李世民 事实上早在武德七年即是玄武门之变前两年 在长河担任韦州首将时 李世民便已经着手布局玄武门之变了 可见李世民布局之身 他一手让长河担任北门玄武门的晋军首将 同时还秘密会见了长河 并赐给了他黄金等宝物 让他暗中扶植一批亲信手下 《六堂书长孙无忌传》中有在 当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人率人来到玄武门时 卫队则是被阻拦在外面 只放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人入宫 李建成自认为长河是自己的人 并没有多想 便指二人进入了玄武门内城 在这 当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宫后 长河就立马关闭了宫门 一举切断了李建成与外界兵马的联系 使得李世民可以顺利瓮中捉鳖 此外 长河还有一个大功劳 那便是在李世民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之后 当太子的部将冯丽和薛万社等人 带兵攻打玄武门时 李世民所收买的玄武门首将 靖军红和吕世衡都被冯丽给杀了 在此等关键时候 正是长河与张公瑾等人组织了玄武门守军 抵抗住了太子与党的攻击 从而保住了玄武门 这无疑也是大功一件 可以说长河绝对是李世民选我们之变成功的最关键功臣之一 而后李世民登基成为大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时 他也确实后代长河 给予了长河高官后路